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6月6号礼拜一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红乃荣 投料讯息带您来关心本土疫情波及到不少幼童 现在还出现了国内的首例严重后遗症的个案 台大医院小儿心脏科主治医师林明泰指出 有一名10岁男童4月底确诊轻症 两天之后痊愈了 只是没想到一个多月之后 却出现了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MISC 紧急被送进了家户病房治疗才救回 也坦言有医师说了 前两年台湾防守的很好 这种病人是一个也没有 不过如今是要打仗的时候了 有专家也提醒家长MISC在发病前并没有征兆 通常在染疫后的2到6周会发现 如果出现了发烧 腹泻 其疹子等等情况 就要立刻就医 儿童打新冠疫苗不只要防却诊后并发重症 还要避免出现严重的后遗症 国内出现首例MISC儿童多系统发炎 症候群的个案 一名十岁男童他在4月底确诊 症状轻微两天后就痊愈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 5月28号到31号期间开始发烧 腹泻 淋巴结肿大 还出现红疹 手交肿胀 6月1号血压不稳 被送进家户病房治疗 医师研判是多系统性发炎症候群 所幸经过5天治疗 病况已经稳定下来 还有医师说前两年台湾防守的很好 这种病人一个都没有 但如今是要打仗的时候了 某些体质特殊的儿童 在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以后 体内产生一个很强的发炎反应 那这个发炎反应影响到 两个以上的器官 而且有一些会影响到心脏的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如果塞住 就是心肌梗塞 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医师吴昌腾也在理言书表示 MIS-C临床表现会烧到39到39.5度 合并多系统的炎性症状 发生时间大概会在染疫后2到6周 临床症状可能会出现呕吐 腹痛腹泻 出现皮疹 手足至端肿胀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病童会并发休克 根据国外统计 MIS-C的发病率 在阿法株流行期间 每10万名确诊儿童约有54.5例 虽然怨恐流行期间降到3.8例 但因为它并发症高 冠状动漫异常的比例约有10%到50% 也有1%到2的死亡率 因此千万不能轻忽 谁在一个月之后会产生MIS-C 我们现在是没办法预测的 多系统发生性症候群 会再大一点的孩子 可能是5到15岁这个年龄层 医师林明泰也在脸书发文说 一直苦口婆心 劝家长带小孩打疫苗 是给予孩子们最重要的保护方式之一 之前陈兴国陈兴讯台报道